我們就假設如果身邊有些確診者 或者如果是確診者的話 究竟他面對什麼問題 黃太和你聊聊天吧 我是18號那天睡覺起床 然後突然覺得身體痛了 他們頭暈了有點低燒 最高那時燒到38度 然後就去浸會醫院那裏做核酸 然後去了醫院排了幾個小時 他就說做完之後 回三四個小時之後通知結果 然後我那晚的12點多 就收到電話說我確診了是陽性 然後我回到家 我就將自己 因為我們這裏有三間房間的 我就將自己鎖在我座裏面這間房間 就和小朋友分開 目前我們家的情況 就是外面有三個大人 有四個小朋友 當中一個最大的小朋友六歲 最小的歲半 所以我都很怕他們都會被我傳染到 然後我回到醫院那裏就叫我回家打 他說把我的情況上保給衛生署 叫我等衛生署的電話再做進一步的安排 但是我回到家今天三天都沒有人打給我 因為始終在家裏大家一切都不是很安全的 因為我們家裏只有一個洗手間 我將自己鎖在房間三天 我中間就去過一池洗手間 那我的生理問題 我就叫我先生買了那些四人鏈片 我在房間裡解決的 我真的不敢出去 還有我已經三天沒有洗澡了 黃太聽到你的情況 我都知道再一個媽媽 就是盡全力做了隔離 是的 盧醫生好像他那樣 黃太那樣他真的盡做了 確診了 怎麼可以都令到感染給他的家人的風險 再繼續減低呢 其實現在我們社區職了很多人確診了 但是沒有隔離措施和病房適合他們 那這段時間黃太做得很對的 就是一定要戴好口罩 如果可以的話 盡量自己獨立的房間 關住房門就盡量不要離開房間 如果能夠有一個獨立廁所 就是好很多的 如果不行的 其實適當地 就是一用完就立即做 用1比4的漂白水去清潔 那個次盤 還有一些用過的地方 用1比49的漂白水去徹底消毒 其實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另外就是一定要留意 就是黃太的房間 盡量是要空氣流通 打開一些窗戶 不過現在就不建議打開一些向天井 或者一些封閉地方的窗戶 盡量打開一些開陽向外的窗戶 就避免那個病毒有機會 透過那個窗戶去天井 但是黃太他現在都屬於一個高風險的個案 肯定已經確診了 我們說根據這個衛生防護的指引 其實下一步如果他收到通知的話 應該是做些什麼的呢 其實如果安排到適當的隔離措施 我們都可以有個圖片 黃太可以看一下這個圖片 如果黃太本身是一個徵狀輕微的人 通常就會盡量去社區的隔離措施 去到的時候就在這邊 不過現在是去不了了 所以在等候期間 基本上他只是能夠等候衛生署的通知 看看什麼時候有隔離措施 可以作息當的安排 如果真的去到14天 那他的檢測就可以做一個快速檢測 如果是陰性 那他到時就可以自由了 如果是有中間獲得通知 去社區隔離措施 衛生署的同事就會通知 怎樣去運送黃太去隔離措施 其實以黃太家的環境 這樣是會比較適合的 因為這樣就避免了 他家裡的小朋友 沒那麼容易患病了 林醫生啊 我看到定奪他究竟 回不回家 其中一個就是高風險 何為高風險呢 如果他本身高風險 我們通常就是主要關注 他本身會不會有一些併發症 譬如他本身好像剛剛說 一樣是年紀較大 有慢性疾病 或者是免疫系統受損 或者甚至是孕婦的話 其實我們衛生署中心 或者醫院局 都希望盡量將這些確診者 收入一些醫院 簡直是最高規格的 希望觀察一些情況可以好一些 那黃太的案子 是屬於較高風險 還是較低風險嗎 黃太本身自身 不是屬於一個較高風險人士 因為我相信他年紀 或者不是有特別的 很多慢性疾病 是會特別是會有問題出現的 但是他回到家裡 可能真的環境 或者有很多病者 有機會有平伐情 所以可能黃太 其實應該盡快進去隔離的設施 但是要隔離設施 可能到來14天 就會好過7天了 至少傳播率低一點 回到家裡 就不會感染到家人 除此之外 我知道民生哥哥 你的情況是怎樣呢 你都不舒服 是不是 是的 大家好 我自己星期二 其實自己做快速測試 因為覺得不舒服 都是陰性 到星期四 再做快速測試 就是陽性 即時也做了一些在政府方面 現在都是在等報告的 那我自己因為家裡都有小朋友 那太太就不停在這裡消毒清潔的了 那我就自己就自己了 一個了 那其實都擔心的 真的有這個的 說有一些地方可以安排給我們了 但是始終自己都想快點見到家人 那其實有沒有說真的要隔離多久 或者真的去到什麼程度 知道自己好了 那就可以馬上離開 是的 民生哥哥呢 他現在雖然在家等著 那他都很想去隔離設施 他就擔心去了隔離設施之後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到家 那多久才回到家呢 如果他去到隔離設施的話 現在那個做法 我們都希望那個輪轉是快一點 就是隔離設施那些病人 所以現在實行一個新的措施 就是希望可以快一點 就在第七天 那時候就做了一個抗原測試 那如果抗原測試是陰性 而你家裡的環境又適合的話 譬如你家裡本身沒有一些長者 有些慢性疾病 或者是孕婦 意思回到家 可能怕感染了病毒 讓他們造成一些嚴重的併發症 那你第七天的抗原測試陰性 就可以回到家 但是都要繼續做隔離 都要做隔離 就不是說可以出街到處走 但是也都在家裡 都盡量在自己的房間裡 自己做隔離 沒錯 但是起碼都可能安心一些 民生哥哥可以回到家裡 聽到小朋友的聲音 可能心都安一些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另一位 就是我們市民 楊先生 楊先生 那我這幾天其實是頭三天辛苦 最主要都是發燒 徘徊到38至39度 吞口水也很痛 喉嚨很痛 還有真的很累 但是直到第三天開始就開始 到現在我已經不是病徵了 那其實我現在應該怎樣呢 究竟我繼續在那間房間裡自閉 第一說自閉多七天 我可以自己自由 第一說是繼續去等十四天 直到三天才可以安心出去呢 始終家裡有小朋友 小朋友沒接種疫苗 明白明白 所以都很憂慮 明白明白 你這個情況 香港都有不少的了 那醫生怎麼辦呢 其實呢 也是看回這張圖了 如果在輪候期間 一直都在家裡的 通常就是去到第十四天 如果你到時已經沒有了症狀了 而做一個抗原的測試 就是我們平時可以做到的快速檢測 只要結果是陰性 理論上 你就已經沒有什麼感染人的風險了 就可以剪了手帶 查了那個APP 還有就可以離開家 但是在十四天內 我們建議都是自己在房間 不要跟家人接觸 還有所有餐具都是 千萬不要跟家人共用 就是這個 十四天內都沒有辦法改變了 那如果到第十四天 無論你有沒有症狀 如果檢測仍然是陽性的 那就千萬不要出去 那現在的建議就是 你之後每一天都做一次快速檢測 要直到快速檢測 都是陰性 而你當時也是沒有病徵的 那才可以解禁的 那就是說 大家要計算了 就是確診了那一天開始十四天 然後再做多一次測試 就不需要等政府的核酸測試 自己家裡就快速測試都可以 那這個暫時的政策就是 你獲得陽性檢測那一天就是第一天 但是其實根據我們醫學定義 那一天是叫做D0 之後那一天才是叫做第一天的 那去到D14 那你那個就是抗原測試來的 是快速測試來的 那為什麼又不需要用核酸測試呢 那主要其實在定義上 如果我們做核酸測試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現在要求的核酸測試 就是CT值高過30 就沒有什麼感染風險 那要方便很多在家居的人 沒有辦法那麼容易做到核酸測試 那我們發覺只要是用抗原測試 是呈陰性 通常那個CT值都大過30 那所以用抗原測試陰性 在一群已經確診的患者那裡 就已經可以證明它是沒有什麼病毒量 在它的分泌那裡 明白 那就方便很多了 就不用在政府那邊再慢慢等再排隊 增加政府的檢驗那個壓力了